109年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活跃老化延缓失能方案 照护人员培训计划 第三场是邀请到 旧国团花联社会教育中心 有养体势能指导老师 Baiu Amin 透过正确的体势能技巧 来教导照护人员 希望能够增长长者的 运动能量和习惯 让身体能够健康快乐 运动民族委员会 为了让文化健康站在照顾服务人员 能够培养不同的专业领域 希望在课程安排之下 为文件站在长者们 能够设计去不同的活动 而这次 跨离政府引证闲认出并且邀请 有养体势能讲师Baiu Amin 来教导大家不同的舞蹈和运动方式 体势能的部分可以当作参考 但是还是要依照你们当下的一个 长者的状况来做调整 那这些都是经验 可能在书本上面没有办法获得 那经验怎么获得呢 那我们在今天都 我们彼此都互相认识 大家可以在工作之旅的互相的讨论 互相的联络 互相的分享 那今天我们也是一种分享会 把我所看到的 然后分享给各位我们的照顾服务员 讲一上面之外 也把你们今天所学 所看到所组织的呢 变成 接下来会在我们文件站里面 使用的一个工具跟技巧 而这些工具跟技巧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讲一上面 会跟各位分享的 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知道 你今天所学的状况是如何 有学过类似像提示能量课程的设计呢 相信你可以很快学习到 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关于一般人 一般民众的一个提示能量设计课程 那如果你是没有学过的话呢 那这样特别注意了 有些健康上面的准则 在我们的讲义上面都有说明 那我们等一下在操作过程当中呢 也会一一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分享 白游文表示 从事照顾服务员 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除了安排课程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学习到 不同领域的专业技能 希望透过这次活泼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每一种有氧五道的功能性 找出文件站适合的有氧运动 才能够帮助长者能够健康快乐 记得喜欢观众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